你要是喝醉了呀 就不好喝喝了 别动 生人 走 夏小姐 夏小姐 救救我 求求你 救救我 你不应该认输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因为我也要杀田培燃 既然你们帮我做了 我就替你们做干净 你为什么要杀田培燃 他是汉奸 是日本人的奴才 这个理由够不够 服装店的女人是个威胁人 而你却视而不见 这不像是一个真正的杀手 你这样做 不但威胁到我自己 也会威胁到我们大家 我不能面对他 我只能去记他 我只能够去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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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对 不怎么有 别人 你还会这样 你不想听 我可以 你阳光 我都不想听 滴血 滕野 他在跟踪夏宝珠 到底是怎么回事 趁真雪有些糊涂了 棉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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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包围里面 再一个包围里面 去吧 停手 追 看见那个窗户了吗 看见了 上 都来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 真倒霉 掉了一个 什么 你觉得呢 我很好奇 我想听你自己说 有什么可说的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没有在日本人那里告发你 所以你不用担心 可是我听说 只有两种人 能活着从宪兵队里走出来 汉奸 变成 叛徒 是吗 那看来 我破了个先例啊 你想干什么 咱们可是一路的 这也是 那天在虹口俱乐部 是我帮你们杀了那个服务员 他就是说 你有什么事 我怕你 你不是说你 我看你 你不是说我 我怕你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 三一七房间窗户下面就能处住 咱们两个人还对付不了这份注 好